如何让人生没有遗憾 首先要学习生命中的四道人生 在中国传统礼俗下 我们对于亲人之间的情感 总是用行动来传达 而少了言语的表达 因此也让许多人在临终的时候 常常抱憾而终 其实我们在生命中 只要学会四道人生 也就是道谢 道歉 道爱 跟道别 这样亲人之间的情感 就能明白表达 道爱跟道别 道爱也是 我们的文化里面 肉麻兮兮的话 有时候讲不出来 可是真正的 就是有些夫妻 五六十年结婚 先生去世了 这个老太太说 她到底这辈子 她到底爱不爱我 因为她从来没有讲过 因为我们这些肉麻兮话 讲不出来 可是实际上 人性真的很奇怪 是需要听到这种肯定的答案 就比如说父母子女之间 子女长大了 肉麻兮兮话也讲不出来 可是不管是父母也好 子女也好 都希望 子女希望听到父母说 她很爱她 父母希望听到子女说 子女很爱父母 这其实也是需要的 还有道别 道别就是放下 不再执着 不再千千半半的 能够放下 然后能够轻轻松松的往生 那这个也不容易 如果一个人一生都不知道放下 他都是非要不可 非不要不可的 他到时候他也不能放下 所以这四道人生 在我累积了三十年临床经验以后 我深深体会到 要活着的时候 就要常常练 常常练这四道 到时候才能道得出来 虽然说四道人生 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却很少人可以做到 或许是我们的情感太压抑 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 轻易说出内心的话 学者放开心胸 把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 这样亲人之间 也就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法界新闻杨之冲 台南采访报道